一路以來的怪獸電影是怎麼樣子就演變呢 有什麼不同 這個剛剛提到的這樣子的概念 其實在第二期以後就慢慢被逃下了 就是他很快就轉向娛樂化 一方面其實日本本身就在 也就在哥吉亞上映之後第二年 他們就已經開始可能在美國的督促下 開始就是有核能計畫 核能就開始有核電廠相關的計畫 就慢慢開始進行了 所以哥吉亞如果說他有反核的概念的話 其實他拋棄的也很快 對 就是說他的第二部就是 因為他當時賣得很好 第二部續集所以很快就出 但是當時就已經拋棄掉很多這樣的概念 然後到了七年後的第三集 他就直接對上美國最著名的怪獸金剛 然後那就是一部摔角片 就是說他娛樂性非常強烈 然後裡面兩個怪獸擬人話 甚至可以互相用樹幹或者是石頭 或是那樣東西對打或是抓著金剛 抓著哥吉亞的尾巴在大迴旋 這樣就是說他其實很快就變成娛樂畫 娛樂片 然後他跟人類的那種矛盾關係 也很快就消解掉了 對 然後到了一九六四年的時候 他已經變成是善良的角色 就是說他和其他出現的怪獸 要一起來對抗來自宇宙的三頭龍 叫王者基多拉 他馬上就變成了保衛地球 保衛人類這樣子的角色 所以在一九六零年代 他是幾乎可以說是一瞬間就變成了娛樂的 甚至說是像血腥那樣守護者 對 然後到了一九七零年代的時候 因為那個時候因為電視興起 所以對日本的電影業受到影響 那拍怪獸片這樣子又比較花成本 所以說當時在電影業衰退的情況下 其實歌吉他電影的成本也下 就是他變得非常的簡陋 打幅的壓縮 對 他的片子變得非常的簡陋 然後不停的沿用舊的畫面 也沒辦法就是共體時間嘛 就 要節省開銷 對 所以他的整個取向就變得更 就是企圖要吸引兒童 所以他整個故事不僅變低成本 而且他變得故事劇情安排 都變得非常的幼齡化 所以到一九七零年代的時候 歌吉他除了一兩部片有對公害 或是對科技有做出控訴之外 絕大多數就是非常的簡陋 然後企圖要吸引小孩 就是小孩子愛看的一些部分 所以就到了一九七年代 其實水準是整個下降 然後到了一九七五年 因為他的票房已經到了谷底 所以他們決定停拍 所以到了一九七五年之後 就沒有歌吉他電影 直到一九八四年 等到日本整個景氣也變 日本景氣變得比較好一些 然後整個電影事業也有起 起來的時候 東寶決定重新拍歌吉他在一九八四年 他們重新拍了一部 又再度回到比較嚴肅的題材 那他們當時設想就是說歌吉他又睽違 從一九五四年他們把劇情重新拉到 拉回一九五四年再到一九八四年 等於說 睽違三十年再度歌吉他再度出現 然後他對於新的日本造成了危害 甚至這一次他把國際的關係也拉進來 等於說當時的美國跟蘇聯都很密切在注意 日本這邊發生情形 甚至想要企圖干預 他把它拍成一個很嚴肅的 包括核能的題材 包括政治外交題材都會在一九八零到一九九零年代的 歌吉他出現 比如說一九八九年的歌吉他那部片 他是台灣那時候翻譯叫做大恐龍 那這部片的特色就是 他其實在裡面的概念就是 歌吉他身上的細胞是一種非常富有 戰略價值或者說富有價值能夠改變 改變世界的那個發展的 的一種一種利器 所以說世界各個國家在搶奪他 比如說沙烏地阿拉伯的某個國家 想要利用這個來改善他們的農業 可是美國不希望他們發展出來 所以美國就是派遣特務去把那邊破壞掉 所以這故事裡面其實大部分都是在講 美國日本還有這個阿拉伯國家 在怎麼樣互相爭奪那個歌吉他身上 非常珍貴的細胞 然後所以說變成是這樣的劇情 然後在下一部的時候 他又設定成 因為日本發展的太太強大 已經對其他國家造成威脅 所以未來的歐美人士搭時光機回來 希望藉著新的怪獸 他希望消滅歌吉他 然後放入新的他們可以控制的怪獸 來破壞日本 到一九九零年代甚至有把 我覺得他會講一些甚至更複雜 甚至包括殖民啊 國家認同啊 這樣子的概念都會放到歌吉他裡面 但是他那時候票房 在討論嚴肅議題的時候 沒有達到頂峰 他們反而是到後來又慢慢取 走向比較偏家庭跟兒童取向的時候才讓他們的票房達到日本的年度冠軍這樣子的程度 所以在一九九零年代其實歌吉他票房重新回到幾乎每一年都有都在日本的前兩名左右 但是因為那時候受到好萊塢的影響就是好萊塢他們希望拍攝好萊塢版哥吉拉 所以他們想要向日本買斷哥吉拉的拍攝 對 翻拍拳 所以他們會希望日本的歌吉拉能夠配合他們去停拍 那這個協議後來是是真的坦承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歌吉拉在一九九五年的時候 一個完結 他的完結是非常核能電廠式的完結 就是他歌吉拉因為他受到一些自然環境的變化 導致他體內的那個反應器官 就像反應爐一樣的東西就是不受控制 所以歌吉拉體內的溫度不停的上升 直到他會像像就是像崩潰像福島一樣 慢慢他就是整個失控 但他把它描述更誇張一點 總之歌吉拉在那部片裡面不是單純死掉 他是像一個核電廠一樣慢慢的壞掉 然後融潰這樣子 他是一個非常那是非常驚人的畫面 戲劇性的結束 他在最後整個結尾就是真的是整個就是融化 然後整個發光起來那樣子 歌吉拉很壯烈的結束 可是美國就要接手拍嘛 可是美國那邊好萊塢那時候拍的庫斯拉就 因為他那時候想要做很大膽的 把他整個造型也改變 然後他又從柱子公園那邊 希望吸取柱子公園是那種敏捷的恐龍的形象 所以他們最後做出來是一個外型 很不像歌吉拉 他的敏捷度 還有他的形態像恐龍 然後他的一些生物上面的橘子 又有點像蜥蜴這樣 他臉也有點蜥蜴的味道 那他又很缺少歌吉拉傳統 比如說像是刀槍不入 或者是跟人類的那種互動的方式 他變成是一部非常好萊塢方式 就是啊 災難片那樣子 應該說是災難喜劇 他本身是一個 我覺得我可以稱他為災難喜劇 所以他整個就是他那種嚴肅 感覺是徹底的消失掉 所以一方面 雖然他票房好 可是影評不太買賬 那影迷 死中影迷也會覺得有點莫名其妙 就不是你印象中的那個 所以雖然說他票房還不錯 但是好萊塢決定就是不拍了 那日本就再回去接手 大概在1999年又重拍 可是問題是在於說 當好萊塢的特效已經告訴你說 那個特效的高標在哪裡的時候 你再回頭去看歌吉拉 除非你真的是從小死中的支持 否則你現在看到那種 日本式的特效 特色 你1999年在看到的時候 你只會覺得他們 就是表現的已經 太 都沒有長進 所以你在看那些片的時候 你會覺得完全沒有任何 值得看的地方 所以在日本票房也變得很不好 又掉下去 所以1999年拍到2004年 歌吉拉誕生50週年的時候 他們就決定不拍了 所以他們50週年的時候 決定拍完最後一部片 封筆 對 那就整整就這樣過了10年 10年又過去了 然後就到了大概 我們也是大概在09年 10年左右慢慢有聽到消息說 今年就是這一次就是有 華納跟那個Legendary要拍新的歌吉拉 有這樣子的消息 然後也是慢慢籌備之後 經過了一些拖延之後 終於在今年準備要上映這樣 對 那真的就是真的要上映了 陳偉會不會覺得說這部 就是有回到原來日本的這個概念呢 你覺得它特別值得期待的地方 是 第一個 最從最表面來看 它的造型雖然說是全新設計 可是它裡面就已經包好 就是有很明顯就是日本式的元素 它闡明了一件事就是說 好萊塢它拍攝別國題材 它並不是只有像庫斯拉那樣子 徹底的把別國東西 改成他們喜歡的這種可能 其實願意製作的電影團隊 它還是可以保留原來的味道 從它站立的方式 包括它造型的設計 以及它在裡面的那個 展現出來的那個樣貌 聲音這些表象都看得出來 它其實是非常忠於一開始的 日本的原作 那以劇情來說 它又緊扣在核能這個部分 甚至在一些包括核災的概念 也被放在這部片當中 然後在片段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像 很多自然災害的景象 等於說它在裡面 想要塑造的一個氣氛 其實不是像庫斯拉那樣 就是好像是歡樂的喜劇 只是說裡面有一些災難 然後是歡樂喜 它不是 但是它在裡面強烈呈現出 它是非常嚴重的天災 有海嘯的場景 或者是核能場異變的場景 或者是地震這樣子的場景 所以感覺出來說 它這次是想要把它 緊扣在說 戈吉拉本身 跟災害所帶來的形象 是合在一起的 然後它呈現出來一種 非常凝重的氣氛 這是很重的 就是在裡面 其實可以看到 就是人在那個過程中 它是要以一種非常凝重的態度 去面對這件事情 感覺出來這一次 它是跟自然災害 以及核能這方面 都是有所扣合 然後我非常期待說 在裡面它可以展現出來 像是六十年前那樣子 就是它對日本 對日本造成的破壞 的那種感覺 就真的它的主題 是其實是很契合 我們現在當今的社會時事 因為大家就是 核能這個議題 大家都不斷地在辯論 那這次真的 如果看到新版的 戈吉拉的話 應該是可以帶給我們 更多對於核能的反思 那今天非常感謝陳偉 幫我們介紹戈吉拉 謝謝陳偉 謝謝 謝謝